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心的福分 参考经文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马太福音》五章八节 信仰并非与幸福脱节 不要把基督徒想象成闷闷不乐的人 那不是神的心意 幸福是关乎心灵的事 它与圣洁和纯洁有关 正如诗篇第二十四篇所说 那些有清洁的心和纯洁的心的人 必蒙耶和华赐福 他们必能站在耶和华圣洁的面前 或者正如耶稣所说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然而没有耶稣的救赎 我们的心就不能得洁净 正如真言二十章九节所说 谁能说 我洁净了我的心 我脱尽了我的罪 只有耶稣能这样说 也只有它使我们得以洁净 得以活在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认为 幸福在于 这个世界所提供的快乐 那我们就错了 世界上的各种吸引人的东西 也许能给人一时的快乐 但他们不能永远满足人心 有福之人 并不是那些随心所欲的人 因着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大能 心得洁净的 这人是有福的 他们大有福分 因为洁净他们的是神 他们有真实永恒的福分 让我们一起祷告 全能的神 你是唯一真正幸福的源泉 我请求你 洁净和更新我的心 使之圣洁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